我们看到谢典宁凌晨抛出震撼蛋 然后其实郭台铭他也有说 他这次去美国 以二次创业的精神学习政治 而且他说在野各政党 往内互打 呼吁非律或在野 现在要推一个主流民意大联盟了 创造母鸡跟小鸡双赢 所以他又再次创造一个名词 再来他现在已经到达美国了 他正在喝这个巧达汤 他说喝完这碗汤 准备办正事了 什么的意思呢 我觉得这些东西 从谢典宁退党 就知道郭台铭参选 百分之百参选 我先跟他讲 谢典宁这个文章 真的玄机在哪里 我真的看到下巴都掉下来 谢典宁写一大堆退党文书 对不对 然后呢最后一段 在情感上 无法继续和国民党并肩作战 是感到有些惆怅 这句话我那时候看的时候 怎么看怎么熟啊 好像似曾相似啊 结果呢你回头看 四年前郭台铭的退党声明 在情感上 无法继续和国民党并肩作战 感到有些惆怅 一模一样 这是超的啊 一模超的 故意的啦 我引用下 他的关键的下一句嘛 我知道 我正在做一件 对的事 一件翻转中华民国命运的大事 所以谢典宁退党 百分之百就是要挺郭台铭 对不对 我已经他叫这个我们年纪人叫做致敬 致敬2019年郭台铭 代表谢典宁跟这个郭台铭 理念一致 理念一致要做一件 对的事 对的事 一件翻转中华民国命运的大事 好 那这是第一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不用再猜了吧 谢典宁退党 就是要挺郭台铭 好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呢 未来 有没有第二张骨牌 对 绝对有 这第二位 和尚丰不算哦 和尚丰是当下奉而退党哦 对 这个谢典宁哦 是整个世界到白人化 紧绷停停侯友友以后第一个 有没有第二个骨牌 我大胆预言 周梦龙 哦 周典论 不会是周典论 会是周梦龙先 周典论女儿周梦龙 现在是国民党中常委 对 而且他又是跟郭台铭变随行秘书 郭台铭去哪 他都去哪里 所以下个会不会是周梦龙 我们来等着看看 机会很大 好这第二件事情 那骨牌就啪啪啪一起倒了哦 哇 对不对 这第一件事情 都是中常委 都是中常委 第一件事情 对不对 有骨牌 对 第二件事情 为什么谢典宁 要这个时候退党 对 表示未来没有模糊空间 哦 所以换句话说 郭台铭过去两个月 他采取什么 战略模糊策略 对 类参选 对 伪参选 就要战略模糊 跟以前美国对台湾一样 对 现在呢 我保证未来郭台铭 战略清晰 嗯哼 就是 我就是参选 模糊转清晰 模糊转清晰 所以才会有对于郭台铭来说 对于谢典来说 我不得不退党的原因嘛 因为很多次未来可能发生了 你就没有在搞暧昧的空间嘛 所以谢典要先退党 才能放开身手去干嘛 对不对 这第二件事情 战略模糊转战略清晰 第三件事情 国民党的小鸡压力很大嘛 一边是92亿怎么花 另外一边是挺得胸膛倒下来 国民党小鸡怎么办 对 原本国民党小鸡是蹭来蹭去嘛 对不对 我就假装我在那边搞暧昧嘛 郭台铭的演讲我去听一下嘛 可是我谈了 战略模糊转战略清晰 有人具体跟郭台铭建议 郭台铭有没有答应或确认都还不知道 有具体建议 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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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台铭就阻挡 跟柯文哲一样要阻挡 为什么要阻挡 他的具体建议原因是 你有政党你有结构 你才用政党党取习的身份跟柯文哲谈 用政党跟政党合作的空间 来去谈 然后国民党再进来 三家分进 你要制成一家你才行 不然人家光棍 对不对 所以未来两个月 郭台铭可能要做什么 可能是阻挡 组组织 然后变成一个有10%到15%能量的政党 就是说郭台铭不再是一个人了 可是我是一个党 然后很多人会靠过来 那你组党第一件事要干嘛 拉帮结派 怎么拉 92亿怎么花 开始骨牌倒下来 有人靠过来了 这个恶务战争叫做拥兵 付钱就干活 对不对 这会越来越壮大 因为加入的一定会越多 因为92亿我也想花一两亿啊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东西压力 这个很有吸引力嘛 对不对 好那再来呢 对于这个阻挡过程中呢 小机会很辛苦 对不对 所以就进入到第四个关键 朱立伦角色很重要 王院长 最近在抱怨朱立伦不认真付选 对 叫朱立伦认真一点 这王院长的观察 叫他不是赶快收回 对对对对 这王院长观察 对 那朱立伦角色就很重要 因为郭台铭主党 想要跟柯文哲谈并购 那柯文哲的现在重商 很有可能一起来谈并购 现在打死不退三人组 叫做这个侯友宜 金辅冲和黄指责 打死不退三人组 那如果朱立伦 开始发现一个月两个月 郭柯和的政势越来越大 侯友宜的民调又没有拉起来 那朱立伦如果立主 再也要合作的话 压死侯友宜最后一根稻草嘛 对 对不对 所以关键变成是朱立伦了 朱立伦角色来了 朱立伦又活过来了 朱立伦被边缘这么久 朱立伦一直在喊 再也联盟 对 所以朱立伦角色变中要 最后一件事跟民进党讲 对民进党来说 短多长空 什么叫短多长空 短期国民党 应该说非律一定很乱 打来打去搞来搞去 对 什么叫长空 因为菲律打来打去 如果打到最后不小心整合 或是不小心打挂一个 另外两个合作 短多长空 那这场选案就变一对一的格局 你能够想象吗 柯 郭 侯 如果整合成一组 那赖金的压力会非常非常大 所以是短多长空 但郭 柯 侯 三方各自有这个矛盾 有可能会有一个人会推吗 有可能状况是 因为他们知道选下去一定输 信卡多一定输了嘛 那你选到你7月8月9月 信卡多的时候 9月是强迫大家整合嘛 对不对 那重点在国民党 国民党怎么可能做小的 我刚刚讲朱立伦态度很重要嘛 如果朱立伦把侯友宇卖掉嘞 然后郭跟柯 允落一个习政院院长位置 给你朱立伦嘞 后面都有谈的空间嘛 政的副的院长嘛 对不对 让侯友宇去当新北市长啊 对不对 回去当市长没差 没损失 都有谈的啊 或是还有立法院长 有没有可能要谈 所以这个局是很复杂的嘛 只是谢点宁这一个退党 就表示 整个郭台铭阵营 要跟侯友宇进入到巷战 短兵交接的百乐战 是